免疫法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百姓的税负陡然增加 引发了百姓群体上方 对此神宗皇帝不胜其烦 这时神宗皇帝依旧执着的支持王安石 支持变法 这其中有什么更为重要的原因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吉为您讲述第十集 变法与强兵 北宋神宗执政初期 国内矛盾尖锐边境战事不断 大宋江山危机四复 神宗求变 为何会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 新法般务招来贵族地主祖劳 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馈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 还是利益作罪 王安石屡遭谈和两次罢相 经历了怎样的辛酸 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石 到同一起辞职归隐 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八年的变革 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 变法的是非功过 又该如何评说 学者杨极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 王安石变法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上一期我们讲到 司马光无可奈何之下 离开中央 到永兴军 也就是今天陕西西安任职 本以为 这位反对派精神领袖的出走 朝廷里就是改革派的天下了 王安石可以甩开膀子 放手去干了 可事实远不是这样 随着免疫法在全国范围的实施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于是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越来越多 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大 制造的不满情绪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比如在西宁四年的五月 就爆发了一起一千多个东明县乡民 围堵政府的上访事件 史称东明县事件 他们刚以说 免疫法让他们不堪重负 都没活路了 结果可倒好 当时的开封府尹也就是市长 命令手下大门紧闭 还放话出去 债有头冤有主 你要找就找变法的负责人去 就是王安石本人 把劈丘踢给了王安石 要说还得是王安石临危不乱 一千多好人堵在家门口 不害怕也没跑路 在耐心听取了百姓的说法后 承诺要展开调查 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另外一边 反对派又逮到机会了 上书神中皇帝 要求废止新法 最后王安石凭借自己的这个巧言善变 组织多谋 才让整个不利局面扭转过来 变法才特意继续 说到这里有观众就会问了 自变法以来 像军书法 清描法 免疫法 都在具体执行中走了样变了位 引起的争议 可谓上到朝廷 下到民间 反对身一片 难道这些情况 神宗皇帝不知道吗 那如果知道 仅凭你王安石巴拉巴拉一张嘴 就能门轰得过去吗 换句话说 虽然问题很多 争议很大 但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这个蜜月期啊 仍然雷打不动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变法引发的争议不断 各种反对的浪潮此起彼此 神宗皇帝虽然心里十分烦躁 但依旧顶着巨大的压力 执着的支持变法 为的是他心中的梦想 复国强兵 那么自变法实施以来 北宋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增强了吗 王安石有没有帮助他实现当初的梦想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收入增加和军事增强两个方面来看 我们先说第一点 通过变法国家有没有赚到钱了 我们还是让数据来说话吧 据去自治通仙长编 宋会议要寄稿实货 记载 清描法的实施使国家每年收到利息三百万冠 免疫法的实施每年收到免疫前一千八百多万冠 用这笔钱再去雇人来服役只用了六百多万冠 也就是说一加一减净赚一千两百多万冠 还有像我们后面提到的这个示意法 从西宁八年的冬天到西宁九年的秋天 国家就增加收入一百三十多万冠 到后来光西宁十年这一年之内就增加收入到一百五十三万冠 这些钱在过去可都是没有的 无中生有的 看到这些漂亮的数字 你不得不说 王安石作为变法的操盘手他真有一套 变法新政确实让国家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富裕起来了 当年神宗一心求变 目的还不是为了解决国家贫弱 国库吃紧的难题吗 你现在有人帮你都做到了 你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退一步讲了 哪怕过程中方式方法有所不妥 但俗话说得好啊 两害相权取其亲 你总不至于因烟费食吧 接着我们再说第二点 军事实力大大增强 大家应该记得 神宗的老爹宋英宗身体不幸死得早 神宗年纪轻轻就当了皇帝 继位那天他还专门穿了一身军装去见他奶奶 他的本意就像一改宋朝在军事上 无所作为人善背欺的窝囊局面 他向我们是文治武功 结果呢被他奶奶啪哒啪哒劈了一通 说什么你不要贪军功啊 要谨记祖宗家法等等等等 神宗很郁闷 但我们回过头来想想 神宗的奶奶太皇太后这么说难道是老糊涂了吗 不是的 其实他是有历史原因的 那么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此我归纳了两个原因 第一 敌人太强 宋朝开国后啊 长期面临契丹辽国和党向西夏的这个两个强敌 尤其是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这一有力的战略位置 使得中原宋朝随时深陷安全危机 至于西北方的西夏政权也日益强大 国力强大 并且不断的侵犯宋朝西北边境 可以这么说吧 宋朝边防事务向来是一刻不得闲 随时有战况啊 第二 自己太弱了 当年宋太祖赵匡应城桥并变后 汲取教训 日防夜防最防武将兵变 所以通过杯酒士兵权 将军权收归中央后啊 紧接着让文官掌控军队 让文官去制约武将 这么做 好处是有的 就是中央从此再也不怕地方藩镇势力的叛乱了 但坏处就是 一帮文邹邹的读书人带队伍 让宋朝军队力量中看不中用 气势萎靡不振 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凡是打仗 通常就输 输了就花钱签约买和平 再打再输 再花钱求一时安宁 窝囊的结局就是 贫穷 说到这里 我们就懂了 为什么王安时总能获得神宗的支持 道理很简单 你王安时帮国家赚钱了 有钱赚就可以补充军费 有军费就可以养兵 养兵就可以带队去打仗了 有底气去打仗 总有机会去打胜仗吧 这不就是一国之主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所以相对于国家安全政权统治的大事 朝中反对派的一些抗议啊 底下老百姓的一点怨言呀 就都不是事 那么究竟变法有没有实现神宗强兵的愿望呢 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又怎么样了呢 最关键一点 此后在和契丹西夏的战争中 宋朝有打过圣仗吗 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以一场战役来说明一切 它叫西河战役 又称西河开边 富国强兵是神宗皇帝变法的目的 自变法实施以来 国库日渐充盈 富国这个目标似乎已经变得不再遥远 那么强兵这个目标又实现得如何呢 一场西河战役能否说明问题 它对变法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极为您讲述第十集 变法与强兵 西河战役指的是西宁四年 公元1071年 北宋在西州 河州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时一代 同吐蕃各部落之间进行的一系列战争 北宋能取得胜利 其中一个人的作用至关重要 甚至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这场战役 这个人就是王韶 王韶 江州德安人 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德安 这个人很奇葩 奇葩在哪里呢 他搞中近时候啊 竟然器官不做 跑去旅游了 如果说周边转转油山满水 你也就罢了 他竟然一个人啊 大牢员跑去陕西 很多人以为他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好好的公务员不做 你做什么文艺小青年啊 但有句话说的好 烟雀怎知 洪湖之之啊 王韶没有白走 回来后 也就是西宁元年 他就把他在西北边疆上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 结合国家命运 写了份奏章 陈交给了宋神宗 他认定神宗是个有为圣民的帝王 王少写的这份奏章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贫荣册 因为有三个篇章 又称贫荣三册 说起这个贫荣册 他的地位不亚于当年诸葛亮的龙中队 如果说龙中队洞察了天下三分的趋势 确立了蜀汉的长远战略 那么贫荣册则给宋朝今后的军事防务 开拓疆域奠定了方向 到底贫荣册里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在贫荣册里 王少提出 抵御西夏的路侵 必须先得招服处于西夏以南 黄水一带的吐蕃各部落 从而实现让西夏处在 腹背受敌困扰的战略目标 另外尽早收复那一带的意义还在于 河黄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西部 青海东部和东北部一带 土地肥沃适于种植农作物 发展农业 这对发展北宋经济很有好处 当然如果这块肥肉落在西夏人手里了 那么北宋一个重要的保护屏障就被打开了 西夏兵可以随时派兵长驱之路 北宋将盲医应对 受到的威胁就更大了 当时北宋面临两大外患 一个是西夏 一个是辽 尤其是西夏对北宋的侵扰更为频繁 威胁也更严重 如果王韶的战略思想能够实现 将改变北宋在对西夏战争中的被动地位 对王韶的平荣册 神宗皇帝又是什么态度呢 神宗看了平荣册后 对王韶的记者很满意 也看着自己是新潮澎湃 新花怒放 很快就找他路朝为官 主管机翼文字 也就是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一职 大家可以想啊 王韶的一番话说到的是一心求变 奋发图强的神宗的心砍上了 神宗很满意他 神宗满意他 王安石能不满意吗 到了1903年 王安石建议神宗任命王韶 主持西北政务和军务工作 神宗答应了 这意味着改革派将制服 和黄地区吐蕃各部落的任务 交给了王韶 当然王韶也不负众望 他最先实行的是招服的办法 对象是鱼龙科部落 该部落居住在青唐一带 也就是今天的青海西宁 鱼龙科部落是西乡中最大的一支部落 素有人多难管足大南骑之城 据东都史略王韶传记载 在西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的春夏之交 王韶只带了几个骑兵赶去鱼龙科的营帐 跟他谈判 劝他归顺大宋 两个人谈得很投缘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 黄韶当晚就住在了人家的帐上 安心的呼呼大睡了 直到天亮 其实这个举动是有意为之的 是表示我王韶对你鱼龙科是很信任的 最终鱼龙科被王韶的口才 胆量和诚意给打动 答应带领他的十二部落民众归顺大宋 从此做宋朝人的臣子 后来王韶又萝卜加大棒 恩威病师使河黄地区其他吐蕃 枪族豪生率部计二十万人投尘 收复了青海东部方圆一千两百余里的土地 随后王韶率领部队一路蹊径 对那些不肯和平归顺的 这个枪人部落实施无力争讨 时间很快到了西宁五年的七八月份 王韶先后攻破了门罗角和墨尔水巴等枪族部落 随后王韶徽兵直路 迅速进入秦州以北桃水附近的摩邦山 竹牛岭一带 那里还有人数众多的反叛羌人部落 俗话说得好啊 强龙难斗地头蛇 你到了人家的地盘对客厂环境不熟悉 是很容易吃亏的 可王韶管不了那么多 就像当年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样 王韶一声令下 谁敢往后退的人一律触展 另外 王韶脱下了文官的袍子 穿上了一身铠甲 几尽充分的队伍当中 摆出一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决斗的姿态 我们知道啊 指挥官有两种 一种是弟兄们给我冲 还有一种是弟兄们跟我上 士兵们不是傻瓜 他们心里都明白 哪一个才是真把他们当做兄弟的领导 毫无疑问 王韶属于后者 他的行为大大的鼓舞了士气 士兵们随着王韶一冲而上 将敌人是杀得是节节败退 溃不成军啊 而另外一方面 兄居和黄碧区长久的这个大佬 吐蕃人看到自己的小弟枪人被打趴下了 眼看着宋朝军队要攻进来了 因此想来个叫做欲棒相争 余温得力 火速派援兵过来增援 面对吐蕃人和枪人随时联合进行反攻的战争局势 一般人可能想战事避一避吧 毕竟刚刚那场仗 自己已经是元气大伤 在王韶在这个时候啊 一根筋了 他就是想着打打打 他需要的就是乘胜追击 管他三七二十一呢 说到这里 有观众会想了 你这个王韶是不是根本不懂兵法啊 完全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啊 不是的 王韶可是北宋著名的将领 他很清楚 照当时的局势来看啊 一旦采取防守的策略 等到吐蕃人和枪人缓过境来咯 再打就难了 另外还有个深层次的原因 那就是王韶知道这场仗要是打不赢的话 这么多年来他苦心经营的事业都会付诸流水 一无所成啊 神宗皇帝和黄安石是再也不会信任他 以后就再也没有施展才华报复的机会了 所以他必须打下去 而且要打得赢 最终 王韶部队和吐蕃人派来的增兵 在武胜这个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林桃县 两军狭鹿相焚 吐蕃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本以为可以偷袭成功 结果宋朝军队反而主动出击 此时的王家军是重置成城 势在必特 在气势上完全压过了对方 再加上带头大哥王韶 孤注于智决心一战 所以啊 据《通奸长边记事》本末记载 这一仗 吐蕃大败 落荒而逃 王韶又一次取得了关键战役的胜利 在夺取战略要抵五胜后 王韶马不停蹄 继续领兵前行 一路下来势如破珠 打什么有什么 敌人呢 也往往吓得温分丧胆 因此王韶连续攻下了 河州 陶州 闽州 谍州 荡州 等地 打得吐蕃族首领是四处逃窜 最后在西宁七年的四月 被迫投降 这一次出征啊 王韶前后行军五十四天 跋涉数千里路 平定五州之地 招呼吐蕃各部落无数啊 在地上使宋朝疆域扩展了两千余里 一举恢复了唐朝安始之乱前 由中央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 西河战役是北宋历史上少有的一场胜利 在这场战役中 王韶功不可没 那么除了王韶个人因素 战役的胜利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 他又给正处在变法困境之中的宋神宗和王安始 带来了什么 系列节目 王安始变法 学者杨吉为您讲述第十集 变法与强兵 当军事上的捷报频传 传到了皇宫 神宗皇帝是高兴的首武足道 据续自治通奸长篇记载 当时神宗兴奋之余 解下身上的玉带 叫人送娶给王安始 就说这是王安始变法的功劳 这个玉带就是奖励给他的 要王安始再接再厉 当然王安始一开始没要 再三推辞 表示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不敢独占 这么做 王安始是很聪明的 因为什么呢 即便你有功劳 你也不能功高盖主 该低调的还是得低调谦虚的 后来神宗又派人传话说 若不是王安始协助自己变法 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这个玉带就当传给你王家 后来子孙 以纪念我们君臣之间的这种缘分 听完这话 王安始如果再不要 就有点不识好歹了 最后便欣然接受 高兴归高兴 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分析一下 西河战役是怎么取得胜利的 它跟变法有没有关系呢 西河战役 北宋军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 不仅拓展了江土 也让昔日的强敌西夏和鸟火刮目相看 那么一向孱弱的北宋军队是如何变得兵强马壮 为了强兵 王安始推行了什么呢 首先 我认为啊 西河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 跟王安始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强军队作战实力的法律是有关的 这些法律包括西宁三年十二月实施的保甲法 西宁六年八月颁布的宝马法和西宁七年九月出台的江兵法 出台这三部法律 王安始可是各有各的打算的 简单讲 保甲法就是建立起民兵制度 除了加强地方安保 还能有效的补充国家军队数量 最主要的是 保甲兵平日里务农 战争时才当兵 完全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这就帮助中央节省了一大笔军费开支 据宋慧耀记稿 兵记载 到西宁末年 保甲兵共有六百九十三万 其中接受过军事化训练的就有五十六万人 保马法呢 就将过去纯粹由政府撕养战马的规定 改为政府养和民间养两种 如果是民间养马的 马匹要么由政府来提供 要么承诺回购马匹 而且还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这么做好处就是 一来替政府省钱了 二来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马匹质量都会提高 最后是将兵法 他规定就有作战经验的军官 负责对士兵的训练和指挥 以实现兵时其将 将练其兵 就是士兵们都认识他们的将领 而将领们负责训练他手下的士兵 这个新法说白了 就是一改过去 文人带队伍 士兵不认可将军 将军不认识底下士兵的那种尴尬局面 也就是说文人读书写作 武将带兵打仗 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去做 通过这一系列军事改革 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显著提高 而且军费开支不大 并没有陷入其过去容兵的死循环 我们不得不说 王安时雄才大略确实是有一手 其次 西河战役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 十国割据局面之后 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 这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弥漫于北宋王朝的英雄守旧 暴残守缺苟且偷安的政治社会氛围 为变法派赢得了很大的社会声誉 对此有学者评价说 王朝所以能收复和黄师徒 就是因为他所率领的部队是变法后的部队 跟变法权的部队相比较起来 好像是来自两个星球 最后 西河之战 为北宋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市场空间和物质基础 在开拓西河的过程中 王朝采取了招服 征讨 屯田 新商 半学 相结合的战略方针 将他的文桃武略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宁七年 王朝建议在西河实行查马户事 朝廷采纳他的建议 在西河等地设买马场 在四川陕南等采茶区推行全茶法 有把政府统一收购的茶叶运到西河地区来换取马匹 而这就是宋实中最有名的汉中买茶西河一马的典故 眼看着新法带来了新气象 总该让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闭上嘴了 哪凉快哪呆着去 但保守派伺机而动 竟然拿着西河之战做起了文章 对王安石的又一轮攻击和诬陷开始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到后来连神宗都有点坐立不安 一直动摇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好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王安石接连颁布新法令国库收入不断增长 但是却导致民怨沸腾官员不满 甚至还开罪了皇子 就连神宗皇帝本人和王安石之间的间隙也越来越大 明天同一时间 系列节目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极继续为您讲述 第十一集 怨气在蔓延